北区从德路太原路段附近 餐厅商家林立 人潮车潮聚集 但人行道年久失修 高低不平 经过地方争取 近期开始改善工程 将既有的铺面全部打除 重新施作并且加上排水 目标希望赶在过年前完工 希望能够提升道路品质 路口摆放三角 追地方名代和里长讨论施工进度 希望人行道工程能赶在过年前完成 因为这附近餐厅商家林立 人行道修好了才能重新聚集人潮 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一段其实是个精华区 很多商业活动行为也非常非常乐落 所以那个通行的需求非常的大 那这一段完成之后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行人的通行安全之外 那整体的舒适性或是景观的提升 我想这个现代城市必备的人行道 我想这个是友善环境最重要的一环 北区重得洛汉太原路口商家林立 人潮车潮聚集 但过去这段人行道年久失修高低不平 经过地方反映 市府编练175万元经费进行整修 先把机油铺面全部打除并加强排水 有好些一些年纪大的摔倒了好几处 都一直跑到我服务处那边说 李医长你说再讲这个工程这么久 还没有做 我说会了一定会做了 讲万最万的可能今年就会做了 所以讲这样 结果后我们这个纯议员 一直向宿政 一直在你把它吹就对了 吹得更快了 之前人行道大概都是用拼接 拼接砖的方式在施作 那我们现在用粉光压纹的方式 其实在整体上面它会比较完整性 那也避免整体的那个地层下线 造成砖块间的间隙过大 影响到人行的通行 短短不到200公尺的人行道 衔接太原路和口路和崇德路等重要路段 地方期待人行道优化完成后 提供民众更完善的角同路网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